好厲害 我還在忙 我還沒有找到訣竅 喔有了 休息一下 嘿嘿嘿 一二二三 二手的做法 嘿嘿嘿 彎痴 痴痴 痴痴 可以嗎 所以我們會跟剛拍拍的結合上 好的 拍拍拍都可以了齁 好 剩下的結合我們就 開始喔 而且我現在已經準備好一個寬的下盤站 對 這個嗎 這個 好 好 那我們就是因為大家不是有一個 很棒的組織嗎 對 對 這是你們結束後的第一個行程嗎 你們想要去哪裡 沒有 我們結束後第一個行程應該是去看秀 就是我們約好了去看那個 對 11月11號的一個什麼 哪裡來的秀啊 11月11號 剛好就是光棍節 對 剛好大家都單身 所以就 一群人約去看一個秀這樣子 對 所以你們光棍節每天脫離 暫停特別單的就是大家一起去 因為我們有遠遠方 對 可以這麼做 蠻好的 而且我們還 還又再約了一個就是去遛狗的 就是寵物趴 對 因為就覺得大家都有養動 因為我很喜歡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曬我的貓跟我的狗 對 我就是曬王 我就是受傷的時候 他一直曬他的狗狗跟貓咪給我 療癒療癒 好療癒喔 對 然後就想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大家辦一個野餐啊 或者是一個就是去一些寵物餐廳 一起玩吃飯 其實有動物是非常療癒的 對 我們也想要盡全力把雨薇從他家拉出來 所以我們為表誠意 我們決定去他家附近吃運頓跟餐 對 約好久 基本上都是 所以原野餐有名的家裡宅是有名嗎 就是因為他就一直很強調 他比較不喜歡出門 那我們就 基本上這個群組 我們就是大家是配合他的行程 對喔 沒有啦 他隱居山林啦 每次也是他想吃什麼 我說喔好 好 我們會全力配嗎 因為他畢竟這個邦叫原野邦 他沒有發到實力 他只是講出他的需求 然後說喔好 我只是許願池 欸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去吃什麼好不好 這樣 而且我們心常要排隊 對 上次訂了詹記還被取消 寵物趴那一趴 我也是以寵物的身份出現 所以今天是狗狗裝嗎 可以這麼說 欸你這個毛茸人嗎 對對對 我是馬子狗 喂 喂 開玩笑了 好勁爆喔 有破口可以撿 可以 我是馬子狗 我是馬子狗 虛心我一定會做 對 沒有什麼好合適的啊 對我們都不想 我們互相彼此都很合適 如果說 我們彼此都很合適 你是說我適合你 你也適合我 我適合他 他也適合他 我們都很合適 對 所以不用 沒有什麼要喬的 頂多 聯絡人的話應該你啦 大天超會揪的 他真的一開始在開拍的時候 為了讓大家熱絡感情 他真的是奮不顧身的 只要有人想要做什麼 他就去完成大家的需求 他真的超厲害 對中秋 烤肉趴 沒有缺少任何一位 是當天約當天成 然後他就出界了他家的院子 還有他爸爸 我租我爸爸給你們幹嘛 爸爸的廚房 爸爸的廚房 對 那會不會想說 我們現在也是 忘記 如果我們早上 大概是要 有專輯 變成一年 怎麼會發 大家有新年 或是未來一年的變化 未來一年 因為我就是一定要發專輯了 這是我逃不掉的 所以我在後面都在籌備專輯的東西 那明年有兩部電影會上映 所以可能到時候就宣傳吧 那戲的話就先緩緩 還在看 我嗎 我也 對 因為這次 這部拍完應該會暫時 休息一陣子 就 以音樂為主 就是回到歌手的身分 我以為人家說這部拍完你就要退出院 沒有啦 太嚴重了 那我們很巧 我們三個就是這部戲結束之後 就要一起回到音樂的世界中 對 蠻好的 希望未來支持我們戲之外 也要支持我們三個人的音樂上面的新的副 對 我打算 有猴子 最後 為了這個角色寫了歌 然後也因為東森 我在非常的大力的相挺 讓這個歌在花絮出現 石濤來了 他老公來了 老公來了 老公趕快扶上台 老公還穿好灰色的 對 你可以把你的位置我換 我把這給你的位置給你 你就在他旁邊 來來來 抱住他 你要在這邊 等一下 石濤 石濤 他還跟我穿灰色的 你要 你要靠住他的左邊 剛出門的時候也說好了 唉唷 好 好 你看 你看 沒有了 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來之後 氛圍變得好奇怪 對啊 有一種參加婚禮的感覺 都累一股尷尬 我們突然間好像有點像證婚人 好煩 好尷尬 我們已經結婚了不是嗎 沒有了 我們在講那個新年新希望 對 好 換誰 對 好 還是那個夫婦 夫婦嗎 明年就是 好 就是新年新希望 就是當然就是希望大家都 身體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對 這真的太重要了 然後 就是希望 因為年底的時候會組織很多尾牙 然後也會遇到很多歌手 我希望你們三個都可以出現在 我們就是 台上見的舞台上 好 對 然後戲的話也有在看一些新的劇本 那就是 當然很希望就是一直遇到 很好很有奇葩的角色 然後可以一直就是演到九十歲這樣 但要先把腰傷治好就是了 對 健康健康 身體健康 不要脫過明年吧 今年就要治好 對阿 希望等下就治好 趕下忙治好 等一下喝一喝出來就好了 欸 突然跑一百 突然在站直 小妖嬌順跟Jana 在 對著的那個 他現在的身材 嗯 可是朋友跟觀眾都很感情 對 真的很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那天就是在奔跑中 是飛起來之後 背部著地 又骨盆 就是有撞擊 滿猛烈 然後有失去一點意識之後 被送到台大急診 然後後來檢查之後 S光就是骨頭沒有裂掉 可是後續的話要造一下核磁共振 看軟骨有沒有怎麼樣 然後就是做動作要很輕柔 但是因為後續還有一些工作要進行 所以就是很謝謝大家的包容跟體諒 然後請大家也不用擔心就是 會努力好好的照顧自己 然後也警惕大家就是天雨路滑 千萬不要為了趕路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很想講一件事欸 嗯 就是那個台北車站東三門前面的那個 白色的磁磚真的很滑 因為在我跌倒之前已經有兩個人跌倒 但是沒有那麼嚴重 然後也有粉絲跟我反應說 他爸爸也在那邊跌倒過縫過很多針 所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這邊講說 如果可以的話 少一點飛機的 就是做一點 好好弄一下 對政府可以應一點應變措施 因為那邊真的是太滑 如果是老人家的話真的很危險 就請大家為了民眾行的安全 就多付一點行李 謝謝謝謝謝謝 好緊張 好緊張 肯定就是接吻的那一瞬間啊 我在旁邊腳都翹起來了 終於聽到了 重現 我等超久 不是 開玩笑 他比我還緊張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有吻戲這一天啊 通常演的角色通常都是比較 重現 等一下 等一下 他說等一下的意思是 等一下就要來重現是不是 不是 就是 對 真的很那天 我會想說可能會用這種比較親眼睛 或親額頭 一些這種方式含糊帶過 霸氣 然後他已經說不行啊 就是要親絕對嘴啊 然後那天想說 那我還是多吃點口香糖好了 一早趕快去補充很多口香糖 我老婆 我看他 你看你看 老婆 這樣我習慣自己 因為戲中我們狀態就是 我們平常沒事 包括 傳訊息都說 欸波喔 怎麼樣怎麼樣 就欸 功怎樣怎麼樣 不好意思 我來我來我來 功怎麼樣怎麼樣 對 我們今天好像記者 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哈哈 不然你這邊公 公主公主 沒有啦 就是 對 就是我覺得這也是開啟我一個很大的一個里程碑 就是真的認真的有一場吻戲 然後在之前我也是就是有刷牙幹嘛 然後等到導演就說 欸 那個好要拍了 等一下這個真的要burst下去啊 導演就這樣講 然後他就這樣 什麼 這一顆嗎 這一顆嗎 然後已經要喊五四三二 他就說 那個等一下 讓我 就讓他冷靜一下這樣 哈哈哈哈 然後還搞得我自己也很緊張 對 但是就是一個 一個驚喜送給大家 對 對 好 那各位 沒有不要提供的問題了齁 好的 那我們也謝謝你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